大家好 我是曾麗媛 歡迎收看荊州最前線三里搶 先看 全球股市五號 經歷了黑色新旗 其中美股已經連續三天出現恐慌拋售 潮 表現始終強韌的美國經濟 一切之間蒙上了衰退 陰影 更成為重創全球股市的主要兇手 所以到底是市場過度恐慌 還是衰退的幽靈已經現行 我們來看到一份就業報告 引爆了美亞歐股大逃殺 首先看到的是荊州刊 針對八月五號黑色新旗 股災的關鍵報告 其中全球股市狂殺 尤其是東亞最慘 那麼台股這一天一片綠油油 狠殺了一千八百點 那麼無論以盤中或收盤 跌點或跌幅來計算 都史上最慘 這一天同樣寫下了 最慘跌幅的還有日股 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 伊爾艾朗他就說 美國的經濟減緩速度 比聯準會想得還要快 那麼因為高達了 百分之四點三的失業率 他甚至認為即便聯準會 在九月降息 那美國的衰退機率 他覺得還是可能高達 百分之三十五 因此我們就來請教 副社長楊少華 在聯準會的降息脫拍 這場全球股災 那麼投資人如何在 這個台股的巨大亂流 找到接下來的投資方向 或者資產配置呢 有沒有觀察重點 很多人也想問 今年可以的投資美債 但是會不會股債雙殺呢 我們先談一下這次股災 我們講期貨點好了 這個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有關注金融市場的話 其實我們在可能美國時間 七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其實大家還滿高興的那一天 因為這個大家等了好久的 降息聯準會的主席鮑爾 終於在這一次的聯準會的 立日決策會議的會後記者會中 說了一句很明確的表態 他說OK 降息九月我們會考慮 再來是隔天台股 其實都表現得滿不錯的 但是其實在隔一天 就一夜之間整個翻盤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在聯準會講完話 沒有多久 這個美國的公佈了新的就業數據 那新的就業數據表現 遠遠低於這個 原本大家外界想像的一些預估數字 那立刻這個美國經濟衰退 這個疑慮就成為一個市場新的話題 然後衍生而來的當然就是說 聯準會這次降息會不會降太慢了 那如果從這個起火點來看的話 回到這個說你剛剛的問題 就是說該怎麼應對 你可以聽到很多人都在說 是不是應該增持債券 其實我認為這是一個對的方向 第一個 我們如果說真的擔心經濟有疑慮的話 那在經濟衰退期間 確實債券類的市場會表現好 第二個退一步來講的話 如果聯準會真的採取比較激進的 降息動作的話 降息本身對於債券的價格也是有益的 所以債券確實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好從台股過去二十年股災來看 其實台股遭遇史上最大的跌點時刻 原因在於全球市場大跌引發恐慌性拋售 加上雅股受到多重利空的衝擊 就連財經傳媒董事長謝金河也提醒大家 說全球股市已經是擋不住的跌勢 所以至於大盤何時落底呢 不少投資民家跟法人都認為 這大盤的指數低點可能會落在第三季 那過半的受訪者更認為 這指數低點會落在兩萬一千點以下 因此觀察這五大訊號成為了關鍵 我們來看到包括當市場出現大量成交 那可能就代表賣壓見底 還有技術性指標 那當然還有這市場情緒 如果極度悲觀的時候 反而可能是觸底的訊號 另外還有VIX恐慌指數 處於極高的水平 並且開始回落的時候 可能暗示市場的恐慌情緒正在緩解 另外也要觀察 外資跟散戶的交易心態轉變 如果期貨空單持續的下降收斂 那外資轉為現貨買進 則台股可能比較容易出現反彈 向上的走勢 我們要繼續來請教一下副社長 這台股大盤呢 是創史上的最大跌點 之後要來如何評估 美股跟雅股的未來呢 其實就我們採訪的一些專家 多數的專家仍然認為 我們先就台股來講 我們在採訪多數專家都認為 現階段其實還是一個 大多頭格局裡面的一次修正 那這當然是 我們純就技術面來看的話 那這一次的多頭目前走了21個月 那確實到了該修正的時候 那專家認為說 大概這個修正時間應該會拖到11月 這是純就這個技術面來看 當然過程中要得看一些 籌碼的清洗的狀況 是不是逗了一下 不過在技術面之外 我覺得接下來有幾個觀察點可以留意 第一個是 這一次的起貨點當然是聯準會的一個 有人認為是降息太慢 然後引發的美國經濟衰退的疑慮 那第一個觀察點應該會在8月22號 那一天會有一個全球央行年會 那聯準會主席鮑爾當然是主角 因為這個歷來很多這個美國的央行 美國聯準會主席都會在這個場合發表一些貨幣政策新的方向 他到時候會不會有一些新的表態 重要的表態 第二個當然美國降息 在9月中的時候宣佈降息之後 如果降息一碼大家會不會利空 會不會用利空解讀 認為不夠 如果降息兩碼市場的反應又會怎麼樣 會不會反而又造成大家對聯準會承認自己降息太慢 有這樣的一個負面解讀 那如果這些都都安穩的話 當然還有美國總統大選的變數 所以為什麼說到11月到時候 整理到11月是因為到時候可能美國大選情勢比較明朗 那如果情勢明朗 各種利空紛紛的這個逐漸消弭的話 我相信無論台股美股在AI的這個浪潮趨勢 還是確定底下 都還是會有一個回歸基本面的表現 謝謝副社長 以上就是本週的金州最前線 三立搶先看 我們下次再會